今年是一年一度的重陽節 宜蘭的米國老店 從昨天開始就湧現了 採買人潮 像是這間65年的米國老店 一早人潮滿滿 店家說 今天的生意是平常的5倍 也有許多小家庭 是選用可愛小巧的蛋糕 來代替用不同方式表達敬意 哈囉 我是林傳沛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 或是體談動態嗎 趕快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